各位微信神师 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谈解赵魏 赵魏的学问 你懂得会在为自己造福 若是你不懂 有福气的话 你会放对了 凑巧放对了 就是你的福报 但是赵魏你放错了 百病都来 我印证了很多 有如说赵魏 在皇子的正中央 屋子向前来 正中央 就司令 司令 就是伤主人 第一 第二 依照八卦 依照八卦 若是坐西向东 就伤少女 常常感冒 知气管炎 若是在昆坤 坐昆山 昆坤 老父 老母 老母 若是在耿宫 在耿宫 就会伤到少南 所以 总而言之 中公 后面的中公 赵魏不要安 而且会伤肝 我印证了很多 尤其正中央 在东方的时候 坐东向西 就会伤肝 脚常常起故障 莫名其妙的 灾难都会来 所以风水学 信不信 由你们自己 体验 但是 往往我们一体验 已经后悔来不及 能够极少 化煞 从而化煞 我们继续 会为各位来残结 只要大家平安 受费就有多一分的福报 福气 若是有一家不平安 受费就少了一分的福气 所以王产老祖 才要我把风水学 毫不保留的 传给时光大众 你们可以到 共分支道场去买 这个书 我不是为了特别卖书 而来鼓励各位 而是要希望大家平安 平安是自己的福报 平安是自己来创造 你靠谁来创造 不可能的事 国家来创造 也不可能的事 所以国家要和谐 由个人来做起 个人的平安 非常的重要 所以风水学的残余 就赵卫尽量不安在 屋子的后政中央 烧司令之主位 司令就是主人 所以这个风水学的奥秘 千奇百怪 但是我们懂了 我们就可以黄昏未然 以其无所声 幸福在大家的家中 祝福各位 兄弟们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